现在我们恭请跟们传承上师 圣尊炼圣佛佛传授在家菩萨界 请发心受在家菩萨界弟子道祭坛前 典礼跟们传承上师及坦诚伤宝 哼啊哼 平等一几手 请受借弟子常规合章 恭请圣尊法语开示及次受借仪式 祝福中受在家菩萨界证述 只有李建玉 归正佛中连生佛佛 华西尼2022年2月12日 祝福中创办人连生佛佛如圣愿指引之下得受在家菩萨界 我们奉请 捷摩阿世雷 南蒙本师释迦摩尼佛 德界阿世雷 弥勒菩萨 教授阿世雷 宏观圣免金刚上师 连生佛佛为尊正 那么所有的上师法师 所有的优伯萨 优伯仪 在这里为你亲自证明 你们受在家菩萨界 现在问你们是不是自愿进行受遵守在家菩萨界力而不犯 声音太小 你们要答话 答事 大声一点 两个人 声音还是太小 再问一遍 这个 一问 一答 便是受戒 也就是说 你们现在 已经受了在家菩萨界 为什么一问你打 就是受戒呢 因为佛说的话 都是真实语 你们在戒谈之前 绝对没有假话 讲的一定是真话 而当阿世雷问你的时候 你答是 这是谈诚里面 都有很多的戒神在 就给你印记了 你就是在家菩萨 所以叫做 一问 一答 在戒谈之内 戒无虚缘 也就是得戒 因为戒神 已经把你记录下来 你们两个是在家菩萨 从此以后 回去把这个 生活中 在家菩萨界的戒本 在做完修法的时候 你们要自己念一遍 念一遍在家菩萨界的戒本 遵守在家菩萨界 戒本里面的戒律 最重要的 是自觉觉他 菩萨就是自己 觉悟 也觉悟他人 菩萨的精神 就是利他 如果利自己 那就不用受戒 你做一个世俗人就可以了 所以菩萨的意思是 他每做一件事情 就要想到 是不是利益他人 而不是想到 利益自己 所以你们回去看一下戒本 就会完全了解 那么所有的 这个授戒的 这个授戒的 三根本 跟在座的上师 法师 所有的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所有的同盟 贵宾 都给你们证明 他们都是证人 就像证分一样 从此以后 你们再跟菩萨 又截来言 一心做个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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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 祝你 请大家唱颂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圣号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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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摩尼佛圣家 Terimай 糊心烧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圣籍 受界仪式圆满吉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恭喜他们请回座 我们也祝福今日 两位受菩萨界弟子 能够发大菩提心 扶持道场 弘扬真佛秘法 利益一切有缘 请生